说起郑爽,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都是觉得她一直都是非常的放飞自我的性格吧 有时候真的感觉正常,什么都敢说 她做了很多娱乐圈一流里面不敢做的事情 但其实郑爽还一直都是比较自我的,有自己的主见 有些人可能觉得郑爽的性格太耿直了,会有一点不好 但其实不管一个人是什么样子,她只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,就觉得这个人挺好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,之前有一段时间郑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她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,但是却被很多人黑得不行 但是当时的郑爽确实丝毫不理会这些的 因为她觉得只要自己没有做过就好了 但是感觉好像还是用法力的武器保护自己比较好 毕竟传音可畏,而且对郑爽还有一个印象 那就是她后来放飞自我之后,也是一直都是素颜的 不管哪一次出现,她都完全不会化妆 但其实郑爽只要稍微打扮一些的话,就还是很好看的呀 因为有时候在机场我遇到郑爽的时候,就会发现她穿得非常的随和 而且也是完全素颜朝天的样子 但其实粉丝们想要看到她化妆 也是只有在地视剧里面才能看到了 而且她的这张巨照龙穿的样子还真的挺好看的 人终于超美的,清纯让你一眼就能牵进去了